物理科考验学生理解的能力 绝对不是背诵的科目 但有些的答题技巧 考生可以提前掌握和准备 今集由尊理学校物理科导师沈sir 来为我们分享物理科的考试功量 Hello 沈sir 你好 Hello David 你好 今集我们讲物理科 首先我想问问 有什么物理概念 会在考试前 学生必须要认识的 给我们一些提示 其实你也知道 考三年的内容都挺广泛 分开做必修部分 和Paper 2的选择选择部分 整个必修部分 就是由五个大的设计组成 一般来说 题目设计很巧妙 五个设计里面 每个设计都会分布一个适当的比例 大致上 Session A就是Hit and Gas 这个是一个小题目 比例大概 我当作两份 接着到重点 Session B Forsal Motion 这个真的不错 它占了四份 接着到Session C 就是Wave 这也是长题目 短过力学 例如当作三份 接着是Session D的E and M 当作四份 接着最短就是Session E的Redactivity 当作一份 大致上就是E的比例去出题目 考生千万不要觉得 我去贴题 又或者我集中只是温某部分 这个时间很难得到高分 都是要全课程全面去掌握 好的 考试范围 刚才沈sir介绍了 所以同学生 要看考试的部分 重点去温某所有的范围 是吗? 其实我也劝最好掌握整个过程 去温柴 好 我知道 譬如力学也是一门 比较难的课题 这个课题其实有什么重点 通常DSE考试的时候 会如何考有关力学这个课题 你学里面一共有八课 最初五课是基础 包括第一课是Position and Movement 第二课是Newton's Law 这两课很多时候 会结合出长问题 第三课是Moment 这是一个非常短的题目 可能只是出一条MC 甚至是没有也可以 很短的 第四课是Work Energy Power 第五课是Momentum 四五两课有时会结合一起出长题目 至于后面的三课 第六课是Projector Motion 第七课是Circle Motion 第八课是Gravitation 就是属于以前A-level的范畴 是属于打升的题目 这三课是较深一点 但是会出得较少一点 所以如果你想重点的话 你记住 最后五课 不计算第三课 那四课 一二四五的课 就重点温宅 OK 好 同学记住这些 刚才沈sir介绍的课程内容 可以看到一些力学问的问题的时候 应该就懂得回答 是不是这样 其中一个考生 经常说的地方就是政府 政府方面 例如第一课 Position Motion 我们就会学一些 Equation Motion 这里来说 有个同学习惯了 写下 Take 什么 Directional Positive 其实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根本是不需要的 我们做问题的时候 比起一个原则 前正后负 加正减负 用这个方法去考虑正负 在Equation Motion 就可以了 接着到Newton's Law 是不需要摆负数的 Newton's Law 例如说 你只需要记住 一句力 有两个的话 就是大减小 Net Force 大减小 一个10 一个8 你10-8 就行了 做什么要走去 就把这个正负 给了8-10 这个负数 就搞得很乱 变成大减小 但是MA 全部正数 第三课 第四课没有负数 第五课 要注意正负 一旦看到有左右 一正一负 那就行了 大致上 政府就不要搞得那么混乱 有些同学政府掌握不到 就搞得要做科也有 有些同学告诉我 另外 就是力学那里 有些题目很经常问 就是Wat Force 其实Wat Force 你记住 就是四个力 四个阻力 Wat Normal Ration Fission Tension 如果叫你名字 你会用符号 如果叫你名字 一定要揣对 才会给予分 从这四个力 方向去思考就可以了 清楚 OK 和我儿子记住这个重点了 好了 另外再问了 PayPal1和PayPal2 都有一些多项的选择题 考生经常有些凡错位 你坐在哪里和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说一说 PayPal1 我劝大家尽量做MC 他预理就是一分半钟做一题 33题就是50分钟 佔了150分钟 整份卷里面的三分一 接着剩8分钟做84分的长题目 这个比例就是刚刚好 尽量分配好適当时间 为什么做MCC呢 趁着入市场头脑清醒 每一条MC都要思考 逐条去想 这个时间就 趁着头脑清醒 做MCC是好一点的 那MCC方面来说 也有些考得很刁钻的 就是分析的时候 文字题要细身看 就是1,2,3,4 1,2,3,A,B,C,D 找一个最好的答案 有时候不肯定的话 你就容易眉 剩下两个都有可能 才细心思考 在MCC里面 有个技巧也经常考 考虑同学有些影响变化 例如问你 这个大一点,小一点,小一点,大一点 这个会有什么变化 那类的 一个很常用的技巧 那怎么处理呢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 例如说,数学里面有一条星 X,一个不知数 X就等于A over B A除B,A over B 很多同学就会说 A大一点,X就大一点 好像是对的 B大一点,X就小一点 X和A就正比 但是这个是往往很多时候错的 为什么错呢? 其实背后有条件 其实Visic has 很多公司背后都有条件 所以 很稳定的时候 要记住 那个条件在哪里 再讲一次 X等于A over B A大一点 X是不是会增加呢? 是未必的 未必的 那个关系在哪里呢? 就是你不能忽略第三者的感受 就是B B B来说 如果他有变化的话 这个是会不对的 但是回来说 如果B来说 保持中立 我不变 由你两个去搞关系 那你整个X和A 就是一个正比关系 A增加 就是X增加 而出去推 这个概念 是考得非常多的 在MCO上 所以考生都要注意 千万不要忽略第三者的感受 OK 那PAPER2那里有没有重点? 又是 就是经常都是错的 PAPER2来说 就分四个Elective 那 四个都很难说 就是 第一个就是天文 第二个是Atomic World 第三个就是Energy 第四个就是Metal Physis 这个的医疗科学 那一般PAPER2 多数都够时间的 那我想提一提 就是 有些同学的PAPER2 可能会做多个两个 就是譬如说 这个够时间 我做到三个 那会怎样呢? 那考试局都会帮你 改三个分数 然后看你哪两个最高分 就用那两个来做一个 情分的标准 就是利益 就归于这个的考生 是 是 是 好 那我们看回一些 PAPER2 或者以往考试出题 PAPER1那里 经常看到有些题目 有个星星 那些是难度分 回答了之后会高分一些 打星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星星 读读读读一无二 很奇怪 跟几个课不同 所以大家要小心点 原来就是 在这个课程设定的时候 考试局 那些人就想了 这个DFC 如何去设立 之后大家同意 就是拿以前的Z level的七成 Z level的内容 七成 作为一个七成的范围 接着就是拿以前 某部分的A level的课程 就构成其他三成 这样 但是又担心了 A level是太深了 那些考试如果应付不了 怎么办呢? 有些同学可能 可能就是 打算拿Level三 最多四就足够了 这样 那他就告诉你 你要是 就放弃了那些打星的 那些 就是A level的 全部都打了星的 那打星的 你全部都放弃了 你不要读了 或者不要读那么多了 集中在不打星 即是Z level的部分 那都有机会 就用了plus 或者是可能Level三 四都有机会 这样 那打星的部分 就包括 Z Zone A 只是P1 Z Zone A Heat and Gas 里面的第四課 General Gas Law 第五課 Connect Theory Z Zone B Forcer motion里面的 最后三課 Projector motion Circle motion Gravitation 这些都是打星的 Z Zone C的Wave 就比较少些 是一条公式 1 over F 1 over U 1 over V 接着就是Double Seat的计算 Delta Y的计算 Division Grating的公式 是只有这三条计算 就是打星的 Z Zone D来说 就 头三課就没有打星 那去到第四課 Matic Field 第五課 Induction 里面 关于计算的 即是F的BIL F的BIL F的BA Faraday's Law 这些计算 就是打星的 那去到第六課 就Transformer Transformer Line 就打星 那接着去到 Z Zone E 主要就是 计算了一些 比如A A0 E 包括KT 这些就打星 就是计算部分 打星 那如果觉得 打星那些 或者A Level 那些难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 一起放弃 不过呢 如果你放弃打星的话 你是很难拿到 Level 5或以上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是 这些都是一些 考验同学 一些的挑战 就是变成 他考虑 就特意分成 就是说 有两个的范畴 你如果放弃了 以前A Level 较为深的部分 你会讀少些 但是就计算到 一个低的 Level 所以我奉献 那些考虑就是 假如你上落到 Level 5或以上 基本上 做题目的时候 你记住一点 你不要管他打不打星 就是不要被打星 那星就要连你 总之一路不停照做下去 以及PayPal One 是有机会不够时间的 所以是要注意 这个时间的控制 好 清楚 最重要的是 沈sir教大家 时间分配很重要 那就看清楚 那些题目再去回答 好了 我们又转个话题 唱问题 那些Long Quack 考生应该怎么去准备 又或者可不可以教我们 一些拿高分的技巧 回答这些题目的时候 那场题目方面 一般整体的 例如A部分通常是浅的 你在A部分 找到太复杂 多数是错的 多数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概念 做下去 A部分一错的话 连锁反应就很悲惨 而且有一篇计数 就记住一点 所有文字都是不看分的 在试图 就会浪费时间 写些什么什么 带什么什么 带什么什么 是没有分的 不需要的 接着那些结果 通常多写一句 又或者是那些 不必要的 例如 什么 跳三个写分析 Round up 是不需要的 基本上计数 你就记住 三个步骤完成它 第一步骤 写公式 第二步骤 代数字 代数字 就可以了 不需要 就好像 那些 marking scheme 那些 写了一个很长的数字 再约摸 不需要的 直接写三个有数字 就可以了 这样 好 明白了 另外 有些实验应用题 没有一些分题 考生如何克服这些 如果真的遇到 完全不熟悉的题目 应该如何避免 拿零分 起码都有些分 实验题 有些同学 很多时候很担心 就会问我 阿sir 你以为今天出什么 其实我告诉你 实验题是没有预备的 你不能够 就像作文 你不可能 我考试前 就背一百篇文 到时作文 不就是背出来 不可能 实验题 一模一样 它是考你的课程的内容 它就会给一些apparatus 我们不能事先预备 不能说 我事先在读实验题 没有的 past paper也是不需要背的 因为通常都不会翻炒的 接着它怎么做呢 第一 想想那些apparatus 哪个博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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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绘一些apparatus 第二 就想想 有些什么equation 有些什么公式 跟他们有关的 接着就想想 有些什么result conclusion 都是从这个方面去思考 另外想提醒大家 就是题目 就算没有几乎画图 但是当你答实验题 或者是长题目里面的解释题 你都可以用图去辅助 但只是图是不行 图辅助文字 都是可以拿足分的 如果你觉得表达困难的话 不妨用图画去帮助 去辅助 去解答 好 清楚了 今集就讲到这里了 多谢沈sir 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实用的认试技巧 那在这里 趁个机会 不如请沈sir 和我们DSE的学生 说回几句打气的话 好吗? 交个时间给你 好 好 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考试前的话 那几天 最好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做练习了 那些同学就走去 不断做这个 其实通常都不会翻炒的 那奉愿大家 练习是平时做的 考试前只有一个东西 温习 课程的内容 将整个课程的内容 很快去温习一次 有些东西要背 其实有些内容真的要背 背了去 考试就是考虑能不能够背 都能够出来 密写出来 所以在这几天的时间 集中一起掌握课程的内容 不需要去做培训 那最后呢 就大家努力了 祝大家有个好的成绩 好 谢谢沈sir 亦都预祝大家考物理科的同学 考试成绩全部都是高分 谢谢沈sir 谢谢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请你按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条影片见